在这个匆匆忙忙的世界里 有些角色默默无闻 却背负着无比珍贵的使命 大体化妆师安琪 将她近20年的经验 化为文字 呈现在她的著作中 这本书不只是她的职场日记 更是一本关于爱与珍惜的感人故事 其实我觉得生命很无常 然后也很短暂 我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 就是说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不要把遗憾 带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让这个遗憾进入到我们生活 就是如果说你有想到什么 你就去做 对 大体化妆师的工作充满挑战 在她的笔下 我们看到一位温暖而坚强的守护者 她不仅用记忆为王者 画上美丽的最后一笔 也成为家属情感的倾听者 教导亲友在有限的时间内 优雅的纪念逝去者 共同分担者告别的难熬 那这套服务它的最主要特色 和当时国内的比较不同是 它会和往生者的家人 会有强烈的互动 而且是强烈建议 家人可以参与整个 SPA化妆的一个过程 这样让往生者 美美的往生的时候 家人得到一些抚慰 这才是这套服务的 一个真正的目的 生与死是一个相互串联的过程 安琪从王者的故事中 找到启示 让自己更好的反思生活的意义 将生死相互连结 让生命的温暖得以延续 我觉得他很有爱心 然后他很善良 所以他才有坚持的 那个毅力做下去 不然这个行业 跟他面对这么多的 那个遗体 大体的那个变化 这是不容易 对 就是觉得要更好好 把握生命 就是生命很短暂 然后把握当下 然后让自己健康快乐 不觉得说我们算是助人者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 你做这个行业很好 可以帮助别人 但是其实站在我的角度 我觉得我是受惠者 就从这些逝去的生命 还有家属身上 学到蛮多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真正受益的人是我 对 透过安琪的文字 呈现爱与美 在生死间的辉印 看见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连结 安琪也透过这场发表会 来写寻一对姐弟 希望社会大众能一起帮忙 因为其实在我的书里面 第一篇我有提到一个 小姐弟的故事 那因为这个时间轴上面 已经过了大概十多年了 那我希望就是说 能够借由广众的读者 或是朋友们可以帮助我 然后一起写寻这一对小姐弟 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说 他们过得好不好这样子 无论是化妆师的工作 还是她的著作 安琪都以真挚的情感和坚毅的意志 将生命中最温暖的部分 呈现在我们眼前 即使在告别的时刻 我们也能够找到美丽和希望 并且用爱与感激 来纪念每一个逝去的灵魂 记者宋亦轩 武哲文基隆采访报导